《科學新知》 我跟大家見面了 今天我們繼續講陳正恩博士 今天的《科學新知》應該正式的題目就叫《科學醜聞》 這個《科學醜聞》就是我們發覺 原來有一個很大的事件 就是從來研究這個老人癡癌症 Alzheimer disease 竟然是造假 陳正恩博士可不可以解釋一下這件事由於美國的始末呢? 講醜聞之前 我想我們也要先多謝一下大家 我呼籲之下 真是收到大家的支持 我覺得最值得開心的地方就是 大家的支持不是反映在他們的量上 大家是真的有了一些感想的字句寫給我們的 所以這個就要很多謝大家 去繼續支持我們的節目 正式講回今天講的這個新聞 我可以說是在過去一個星期 是整個科學界最重要的一宗新聞 但是是一宗醜聞來的 我很記得在我們幾年前做 又是了 我經常在這幾年記憶混的太亂了 就是幾年前我們講這個腦退化症 或者是老人癡癌症Alzheimer 這個最新的進展的時候 我記得有一集我是很興奮的 不止一集的 說到竟然有人找得到 那個最基本的導致老人癡癌症的那個成因 我們在那個發現裡面 我自己 當然我不是這方面的專家 我已經沒有本事去試一下是真的還是假的 但是當時我一直都會相信的 結果就是說 就是他所說 腦部積聚了一種叫做一些Beta蛋白 一些這樣的東西 它塞住了在那個腦神經之間那裡 然後就久而久之這個堆塞 就令到那些腦神經的信號越來越少 越來越弱 於是我們的腦就退化了 不用了 那個腦神經的網絡就會衰退了 聽起來我覺得是很合理的一個結果 而且就是說它很符合我們一些過往的觀測 一些觀測的 為什麼這麼說呢 其實一直在20世紀初 我們發現有腦退化症這一回事的時候 起初我們發現的而且在一些腦退化症的病人的腦裡面 是堆積了很多的一些額外的東西 去比起正常的腦 是積聚了很多一些東西 那些似乎是一些多餘的廢物來的 而後來去到20世紀比較後期的時候 我們發覺那些積聚的廢物就是這些 這些Beta蛋白來的 所以如果不單止是我 他們一個專業的業界裡面 去說就是會不會就是這隻這樣的 我們看到最多積聚的Beta蛋白 它不是一個的結果 它簡直就是導致到這個腦退化症的成因呢? 其實如果這樣說的話 似乎是挺合理的 那只要你用了什麼的實驗方法去證實到是正確的就可以了 那當然了 當初在明尼蘇達州的那幾位 就是那位學者去發表這個 明尼蘇達大學 這個學者去發表這個結果的時候 那當然就是他提供了他的證據 然後也都通過了同裁評審制度 刊登在非常重要的期刊那裡 那於是乎這個結果是被主流所接受 就是我要強調被主流所接受 但是一直都有一些的質疑就是說 咦 什麼可以的嗎?我試過 我又好像從另外一角度去做 又發覺不是一個這樣的結果 但是怎麼都好 學術界就是這樣的 有些東西可能是你認為A是對的 人家做了B是對的 可能真的人家是對的 但是在我自己沒有獲得更加強力的證據的時候 我就實在沒有辦法去證明別人是錯的 所以在一個很長的時間裏面 在講這個十幾年的時間 由2006一直到今時今日 在16年的時間裏面 學術主流接受了 就是這些Beta蛋白塞住了腦 甚至乎是根據這個機制 不如我們發明一些藥 是幫我們去清走了這種蛋白的 沒有了這些阻塞物 我們就沒有了那個病因 那就會好 於是乎是有些藥做了出來 但是能夠通過FDA去做臨床測試的 是只有一隻的 但是也都看到那種藥的成果 其實效果不是太理想的 不是說好像我們先前去試那些什麼 武漢肺炎疫苗那樣 然後就說八十幾百分之九十幾百分之九十幾的這個有效率 就是我們不能夠理解就是 為什麼這個有效率是偏低的呢 就是去到這個腦退化症 如果我們已經很清楚知道它的致病機制的話 為什麼那個藥效還是偏低的呢 那就是一直得不到解答 但是當然了 到了這件事 為什麼今時今日就已經是突然揭發醜聞呢 那個結果也是挺震撼的 就是說 在另一箱 就是我們沒有辦法發現一個更加正確的成果 但是就有人開始質疑就是 會不會當初這個明尼蘇特大學的學者 去發表這個成果的時候 其實是有造假的 甚至乎有人去敦促那個學術期刊裡面 再請一些獨立的專家來去再審視一下這個研究成果 裡面的一些圖表 有沒有曾經被修改過的痕跡 就是很簡單 畫出來的那些圖有沒有P過 那結果呢 那個結果就是裡面發現有十幾張圖是嚴重的P過 P到結果是發現是非常的震撼 那個造假的程度是令人震撼的 就是那個獨立調查的那邊的專家他們說 於是現在出的這件事就是說 到發表這個成果的東西到現在這一刻還沒回應 但是大家在學術圈裡面已經是不敬而走 就認為這個因為Beta蛋白堆積而導致這個 腦退化症的這個成果應該是造假的 而另一個方面也有客觀的 所謂藥物的臨床證據 初步證據證實 似乎又不是很work的那樣 那現在這件事就是 你會看到那個客觀影響就是16年的學術界的資源 就是整個研究的主流的方向 就比這一次這樣的造假似乎是誤道了 就白白浪費了這16年的時間 甚至乎中間投放過的資源 我聽到一個說法就是說 那個基於這個研究去發展出來的藥物 藥廠方面也不想這麼快揭露了 因為會影響那個股價 是不是這樣的事呢? 那簡直是的 你現在看回 它有份下臨床的 暫時只有一個藥物 那一種藥物的名字是A字頭的 就是Aducanuma 這樣的名字 正在申請這個第三期的臨床研究 但是我覺得來到這個位置就是 就是紙越來越包不住火 尤其是當那個獨立調查的那個小組 他們這些研究P圖的專家 他看過這一堆圖的時候 發覺出來的結果就是 不只一張 而是有很多張 有十幾張的圖 那個成果是被 信譜被誇大了 或者那些圖是被修改了 具體我自己不清楚了 給到我都不會看 但是在這一刻 如果這個獨立專家給出來 對於P圖的意見 專業意見 再加上另外藥廠給出來的那些初步 第一第二期臨床研究成果 我又不是不理想 其實很可能已經是不小心獨立地認證了這個學術 就是這個研究結果 應該是假的 可能我找到那個事主了 叫Sylvan Nasne 我不知道那個怎麼讀 但是anyway找到 我想問清楚就是 如果這件事一發揭露了出來 如果這個政策是真的話 這個紫若勇者去造假這個人 他需不需要負上法律責任呢 起碼就論文撤回啦 還有造假那方面就 基本上是學術上的死刑了 就是他有沒有這個刑責我 我具體上不知道 但是他發表這件事 最後會不會從中獲益啊 但是他很基本上就是完全違反了那個學術守則 就是基本上他就算當他法律上無罪 在學術上已經是死刑了 就是這一次令我們想起就是 這個2010年代有一次就是 在日本那方面的一個關於幹細胞研究造假那一次 就是一次發生在韓國 一次發生在日本 但是那一次就相對比較快去揭發了出來 因為他的研究成果也是 就是同一個的專家 同一門的專家 就是同一路的專家很多 很快就有人去做獨立的實驗 他發覺做不到這件事 然後他又交不出一些他自己的 最第一手的那些這樣的數據出來 就是在那些有這樣的成果裏面 如果你發現那個謊話吹得太大 和周圍的行家太多 那個同裁評審制度就很快能夠揭發到這個結果出來 但是這次這樣說 我都會說 其實那個研究發現那個claim是很強很大的 但是都是要花這麼長的時間才能查出來 就是這裏我就會令人都會 就是突然間在這個星期很多學術討論就是說 我們現在這一種這樣的研究評審去求真的 那套系統是不是老化了呢 是不是不成功呢 就是已經是很多的討論出現在過去這個星期了 有兩個因素 其一就是會不會有一幫人 這個人是我們的朋友來的 或者是我們的徒弟來的 或者是我們的師父來的 就是總之他出我們就求求其極 我們就去什麼 但是我覺得這個不是一個主觀的 這個不是比如說文學啊 藝術這些東西 而是大家理論上有一個客觀的標準 去評定這件事是否可以的 所以剛才你說的 我覺得很奇怪 搞了十幾年才知道 那十幾年大家是不是在這裏烏烏烏 就是完全沒有認真去檢查這件事呢 那你藥廠方面你都要加成績出來的 那為什麼這十幾年會出現一個這樣的狀態呢 現在到有一個年輕人叫Matthew Schreck 在Vanderfield University 去揭露 可能這個人認識這個事主才揭露的 大家才質疑的 那我會不會有個假設 就是譬如在物理學上面 或者其它比較硬 所謂hardcore的科學 這個情況會比較少發生 甚至沒有什麼發生 因為很快被人去所謂去證毅 而在醫學上或者在生物學上 會相對比較容易呢 就是會不會有這樣的情況呢 我想就不關事的 基本上你是屬於一些 可以客觀有實驗做的科學 基本上你有第二個研究小組 做客觀驗證 基本上就很快 其實很快 可能是以年計去發現 但是如果以一個十幾年計 一個這麼重要的發現 也都是在業界投放這麼多資源 其實是罕見的 所以這次的結果是非常令人失望的 我自私地想 我在想這個研究成果 如果成果成果 將來我會用到的 我怎麼知道 如果他做了一隻藥 我將來可以很安慌地度過這個老年 不用怕這種病 我不知道多開心 是不是 我恨不得他成功 是不是 但是這個又要了解 這個可能要講悶一點的就是 這個在學術界裡面的同裁評審制度 其實很依靠大家 行家和行家之間互相去監察 但是為什麼要靠行家和行家之間 互相去監察 沒有一個最客觀的法官來做判官呢 就是因為很多時候 你說的是一些探索性的東西 你可能是做第一手資的發現 你有誰人全能全知 去知道這些東西是否正確的 很多時候已經是叫做 可能是那個行業的興趣 或者那個能力最接近你的人 去盡量去互相去監察就算了 就是同裁評審制度就是這樣 就是我們要接受人是不完美的 但是被迫著 大家就好過沒有的一套這樣的制度 但是建構這套制度的時候 我有些問題就是 人始終是人 有時就出現了在那個發表研究的人身上 但是有時是出現了在那個 我幫你評審我去負責去判辯這個 這個研究是好和不好的那個reviewer 就是評審者身上 那個評審者可能是你學術上的競爭對手 哇 我見台長你出了這麼正的研究成果 但是我是負責reviewer 我有個權力 如果我認為這篇不好 你就不能發表 你發表了沒有人信的 然後我就濫用這件事情 我拖你了 甚至乎我拖了之後 我自己抄你的競爭 我自己用 我自己再給另外一個人review 那個人就是我自己認識的人 就是那種學術的腐敗 在這裡就是 倒轉不了的 是可以被利用的這個制度 可能你說 我們可能引入多些評審等等 或者評審要更獨立一些 你不要只是盡量去離開那個人的因素 你英國的東西放在法國 去給那些人評審等等 諸如此類 好的期刊就盡量會這樣做 但是這次中招 那些很多時候 那麼重要的成果 是nature這些重要的期刊都中招 都是會 另外一樣東西就是說 那個學術評審制度 很多時候你去做評審 是一樣 你是被迫著做的事情 什麼意思呢? 就是你做多了 學校不會加薪給你 最多可能是你的學術上 有個聲譽你是做評審者 哇!我是在nature雜誌做評審員的 那麼多勞多得 你是肯做越做得多 就越對得多給你做的 然後就是很多時候 那些人過了海的神仙 到了我拿了這個聲譽 來幫我申請這個長期合約 上了神台位之後 我就可以退卓了 就可以開始 於是乎就職了給一些很新的人做 可能那個水準也是參差不齊 也都是 另外就是說 這個過程就是 還有你去做臭小子 去睹人背部揭發人 來錯誤這個角色 這個吹哨者的角色 很多時候不是 你如果狂做這個角色 不可以對你去申請一份 長久的教授工作 是有幫助的 因為這個學術研究是講發現的 你發現過什麼 是比你更重要去揭發別人造假 就是這樣 如果你是經常去做警察 去睹人家 指出別人錯誤 大家是不喜歡這些人的 所以這件事就是說 我們整個同裁評審制度 就是好像 不是很鼓勵一些很經驗豐富的人去參與 不是很獎勵這些人去參與 也都不是很鼓勵到那些人 是說很 怎麼說 也都認為這件事是賓奧正業 就是你經常去揭發別人錯誤的事情 所以可能未來你講的 繼續是同裁評審制度 但是實際上 你怎麼重新建立那個掌罰的制度 那個榮譽的規則 我覺得是要有重大的改革在背後的需要 好 這一節我最後想問一個問題就是 如果證實了這個研究 或者這種所謂的治療的方式是假的話 是不是代表整個 就是研究老人之外症 是回到重頭開始的 我不會說是重頭的 回到真的要檢視 從2006年開始檢視 把這些丟掉了這些 這些和Beta蛋白有關的研究 其實同期還有很多人在做其他研究的 但是因為很多的資源是投放了去 你要等這些資源回到其他那些 沒有那麼起眼的研究 再希望去謀一個的進展 可能也是需要另外十年的時間 就是我很希望在我們科學新知的節目 還在倒閉之前 他們可以搞正 不是 你不要說倒閉了 是當我們兩個人可能幻想這個老人之外症 我們這個節目就要倒閉了 現在是吧 沒有人 我們要怎樣科學新知法呢 如果是這樣做 我是很害怕的 所以是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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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裡就要很忠實地跟大家說 就是就算我們當初選這個題目 高度評價 現在法國是假的 你真是都沒有辦法 極度失望只能夠說 是啊 是啊 這個就跟其他的學科比 其他的學問比 又相差 因為在我們做節目期間 就是兩支電腦 黑洞 很多東西其實那個突飛馬上彈 這個老人之外症 包括了癌症 都是令人失望的 好了 我們第一節在這裡結束 我們下一節再回來